据美国媒体报道,波音公司为美国海军研发的MQ-25黄鲦鱼无人加油机于9月19号进行了首次试飞。 10月8号,波音公司在推特上发布视频,宣布MQ-25成功进行了第二次试飞。 据了解,美国海军于2018年8月30号向波音公司授予8.053亿美元合同,用于四架MQ-25原型机的制造和开发。 MQ-25无人机旨在从航空母舰上发射,为海军舰载战斗机提供空中加油服务,它可以为多款战机增加航程,例如FA-18EF超级大黄蜂,EA-18G咆哮者和F-35C战斗机。 其中,MQ-25可以通过一次加油就把超级大黄蜂作战半径从830公里扩展到超过1300公里。 搭载这些有人战机的航母就可以从更远的区域放飞舰载机,以躲避陆基反航母弹道导弹等远程反舰武器提高战场生存力。 MQ-25的研发目标是在500海里约930公里的范围内向4至6架战机运送总计约6.8吨的燃料。 虽然美国海军对该机隐身能力没有过多要求,但MQ-25在设计上仍非常注重隐身。 具有一身融合、菱形机身截面、微尾、埋入式进气口、矩形尾喷管等隐身设计特点。 因此,不排除日后可被发展成具有大型机附弹舱打击型号的可能性。 该机成功定型后,美国海军将耗资130亿美元采购72架飞机,最早于2024年进入美国海军服役。 美国海军为何要开发一款舰载无人加油机? MQ-25黄鲦鱼无人加油机未来会不会变身成为其他作战平台呢? 杜老师 MQ-25应该是一个过渡产品。 美国海军已经否决了XTB上舰作为隐身舰载攻击机的技术路径。 这种情况下,如果想保留一些技术的潜力,必须要在加油机方面让XTB获得新的生命。 这种战机目前只是解决短腿的问题。 比如像F-18战斗机,如果空中油箱泄漏或者是出现其他损害,它可以作为伙伴加油挽救这架飞机。 但从增加作战能力,提高作战范围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帮助。 如果只携带6.8吨的燃油,能够给几架飞机加油,只是个大问号。 所以我们判断今后这款战机很有可能会通过海军的努力,通过公司的技术改进,形成攻击版的无人机。 今后如果实现F-35C上舰,这种战机也变身为攻击机,这样有人无人组合将会在美国海军出现新的发展。 好的。 感谢观看